有种 有趣 有料 这就是我的逻辑思维 死磕自个儿 逾越大家 这里是咱们的逻辑思维 说起中美关系 有一个特别棒的比方 就是把这两个国家 比喻成同床异梦的夫妻 你要说离婚吧 真离不了 因为共同利益太大 一起供的房子 一起养的孩子 这离了怎么分割呢 对吧 可是你要说在一块好好过吧 又不行 价值观不一样 利益又不一样 各种矛盾 各种争吵 虽然偶尔也过过夫妻生活 但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 互相之间疑心 你又没有小三 你又没有存私房钱 对吧 双方就是这样 说起中国人对美国人的情感 其实也很复杂 你要说美国对中国好吧 一大堆的例证 早年比如更自赔款之后 美国是最积极把退回了 然后还办了一个叫清华大学 对吧 然后二战时候 什么陈纳德的飞虎队 给中国的各种抗战的支持 也很多实实在在的证据 可是你要说美国人对中国不好 那也是庆祝难输 一大堆证据 车在斗辆 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屡屡被人提起的 就是排华法案 就在去年 2012年美国众议院还通过了一项法案 是没有约束力的法案 向美国历史上曾经排华 向华人道歉 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是严重的伤害了中华民族的感情 关于排华法案这件事情 也就是现在有了罗胖 要不然你自己读这个书 我觉得绝对无异于你的成长 因为你的情绪会非常低落 我在看这些史料的过程当中 确实看得非常之难受 如果是一只中国的母鸡 看这一堆材料 看完都不会再下单了 我告诉你 所以我现在讲给你听 你用极短的时间来搞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排华法案1882年 由美国联邦正式订立 然后在过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不断的修订 不断的延期 不断的扩张这个法案 对于华人排斥入境的这种边界 那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历史上说是1943年了 是因为抗战 美国也在这个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然后又一个中国大美人 宋美龄跑去到美国国会演讲 然后风靡美国国内 说东方美人真漂亮 那还排什么华呢 这样的美人越来越多越好 所以就没有排华法案 确实罗斯福总统签署 说废除排华法案 确实是在二战期间 但是我们看后来的史料 举个例子吧 我们都知道 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罗家辉 他的父亲 要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人 那是美国的民族英雄 那是巴顿将军的属下 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华人士兵 参加过洛曼底登陆的 他复原之后 在美国没工作 也没老婆 回香港找了个老婆 也就是咱们罗家辉的母亲 带回美国 就这样的民族英雄 正常的美国公民 娶妻带回美国 居然还受到了刁难 经过非常复杂的博弈 才把洛家辉的母亲 带回了美国 这是我看史料看到的故事 包括洛家辉本人 对他的这个副祖辈的 很多事迹也很矛盾 比方说他特别乐于说 一个词叫一英里 也就是他祖父当年 给别人当用工的那个大巫 和他在华盛顿州当州长 那个办公室 相聚不过一英里 他说我们家族用100年 才走过这一英里 说这话他很自豪 可是你要 在深打听他祖父的事 他就一般不愿意多说 后来纽约时报记者说 什么呀 非法移民 他爷爷就非法移民 所以都不愿意多说 所以你看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中国人的炎黄子孙 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里都是有那么一点疙瘩的 好了就是明摆着欺负中国人 有什么可说的 你罗胖这个还能讲出什么花来 无非今天给我们摊一堆血泪史 我刚开始也以为是这样 可是随着读的材料越来越多 我的疑心就越来越重 都说丈母娘看女婿越探越有趣 罗胖读排华法案是越看越心疑 为啥呢 因为解释不通 要知道排华法案不是一部普通的法律 它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部 针对特定族群的排外法案 为什么不排斥爱尔兰人 为什么不排斥波兰人 为什么不排斥黑人 专门排斥华人 为什么 过去的历史学家对这个的解释 其实也很粗糙 尤其在意识形态比较浓烈的时代 他给你解释 怎么家 迫害我们华共 美帝国主义欺负我们中国人 然后还有种族歧视等等 就是这一堆理由 摊开了一看都对 但是我告诉你 还是不合情理 我们一条条分析 你说种族歧视 那当然有嘛 那白人歧视这个黄仲人嘛 有的 但是你不要忘了 在美国的种族歧视的链条当中 华人可不是最下等的那一群人啊 即使是在今天 虽然美国人现在谁都不敢说自己有种族歧视 也没有种族言论 但是有一个潜在的歧视链条 往往还是白人看不起黄诺人 可是你在到美国的华人社区 你去问问 华人其实还歧视黑人来 没准黑人还歧视印第安人来 所以任何地方都有歧视链条 华人并不是在这个歧视链条的最下端 所以你看爱尔兰人 爱尔兰人其实在这个白人的文化圈当中 也是非常受歧视的 你不信你去看看钱中书的围城 里面就有一句话 调笑 很没节操的调笑爱尔兰人 说爱尔兰人的不动产就是奶子和屁股 剩下就穷 跟华人一样穷 而且尤其爱尔兰人信天主教 跟美国的这种新教传统格格不入 所以爱尔兰人和美国人还增加了一层仇恨 就是宗教上的冲突 信仰上的冲突 那为什么不排斥这些 单排斥咱们华人呢 为啥呢 这个说不通 第二条 就说的是美国帝国主义嘛 帝国主义总是要欺负所有小国家的嘛 对吧 可是你不要忘了美国这个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不一样 他天生是个移民国家 天生 因为美国国主原来就是印第安人嘛 是一朝一代 一传一传的来自大西洋彼岸 太平洋彼岸的那些国家种族 来到这的移民呢 你不看美国现在几亿人 全部是移民的子孙呢 几乎 那为什么单单会排斥华人呢 你到纽约 纽约有一个小岛 叫爱丽丝岛 那就是当年美国移民站的一个博物馆 现在是遗址了 那个岛 所有的移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 叫希望之岛 眼泪之岛 一副眼泪是因为败别家乡 而希望之岛呢 这是所有穷苦人 全世界穷苦人 要去向往的自由之地 你比如说爱尔兰 爱尔兰人在十九世纪中期遭遇了一次 那真是惨绝人寰的大饥荒 因为一个土豆的传染病 导致土豆全部烂在地上 整个国家绝守 光饿死饿死 现在统计大概是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人 所以剩下又有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人 占当时爱尔兰人口的四分之一 漂洋过海大规模的人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到了美国 成为移民 所以美国向来是无差别的接受这种穷苦人 你想他第一波登陆的五月花号 不就是受迫害的穷苦人吗 对吧 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那为什么在这种立国精神下 他要歧视华人呢 即使是歧视 也是平等的歧视 给大家看一个图片 你看这个图片的中间站的是山姆大叔 是美国 左边这个人是来自我们大清国的 对吧 虽然没留辫子 但是你看那箱子上写这个鸦片 中国人 那边呢 是欧洲的人 也是穷苦人 你看穿那个破样 但是那个包袱上写着什么 各种动乱 什么社会主义 无政府主义 所以美国人看来 大西洋两岸和这个太平洋对岸 过来的都是害虫 中国人这个习惯不好抽鸦片 这个欧洲人带来的是 各种各样的有害的这种动乱思想 等等 所以歧视当时也应该是平等的 那为什么专门对中国民族 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排华法案呢 这也不可解释 那你说中美关系不好 那就更是扯淡了 你要稍微读一点国际关系史 中美关系在19世纪后期 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国 这一段时间 这个关系在国际关系上 都是非常突出的相对良好的关系 当然也有个别瑕疵 比方说日本侵占琉球的时候 美国人在背后是做了点手脚的 这是另外一句话 总体的大局 这双方关系是非常好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方说中国对外派出的第一个使节 你猜是谁 不是中国人 是一美国人 对 这个人叫普安臣 普安臣原来是林肯总统的小马仔 是共和党当时在麻州的分舵的舵主 后来林肯竞选成功了 这边国内开始打南北战争了 这位普安臣就被林肯派到中国来 驻中国共使 一干就是六年 而六年完了之后 这个普安臣因为他代表美国利益 同时很帮着中国 当时公亲王给曹廷写的咒诸里就讲过 所以普安臣老帮着我们来跟英国共使 当时叫李泰国跟他斗 所以帮我们帮得很厉害 然后说现在我们要出使各国 我们没有人选 说要不干脆就算了 就这哥们吧 反正他现在卸任美国大使了 干脆让他当我们中国政府的对外公使 让他环游全球 去帮中国做一次环球外交 这件事情后来清朝廷 清朝廷当时也没办法 即使是在很多年之后 好几年之后 我们派出第一个中国人的使劫 叫郭松涛 当时士大夫的舆论是不能容忍的 所以当时郭松涛 别人送他一对联嘛 上联叫 所以郭松涛是湖南人 他出使很多湖南的士绅 联合起来要烧他们家房子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 中国人派不出使劫 那怎么办 普安城来 美国人来 普安城帮着中国人打交道 全球外交不仅到了美国 到了欧洲 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接见 到了俄国 到了英国 受维多尼亚女王接见 都是代表中国人 打着一小黄旗 中国的国旗 第一件国旗就是他设计了 当时没有国旗概念 那他一直是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是他代替中国出使俄国的时候 头一天见了沙皇 还在谈中国和俄国的这种领土纷争 但第二天就得重病 51岁死在俄国 死在圣彼得堡 那真是为中国人民鞠躬尽瘁的 美国人民 比加拿大共产党员 白球文还要伟大 那真是为国家利益在搏杀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的时候 都53了 他51岁就死了 所以现在在旧金山 还有一个华人聚集地 是以普安城的名字来命名的 来纪念美国出身的中国外交家 但是你不要以为 这是普安城的个人行为 要知道这是当时美国一个非常流行的外交政策观念 为啥 在远东 大家都知道英国和日本是同盟 因为英国要靠日本来牵制俄国在远东的扩张 所以英日是同盟 这美国人跟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产之前 那也是世仇 对吧 原来是脱离的 是从家里返出来的儿子 所以也不对付 所以他要在远东 也要形成一个制衡 那怎么制衡 就是拉中国 所以这个不论是从理性的外交层面 还是美国人那种相对理想主义的那种外交政策层面 中美关系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好的 这个友好的关系和这个特别恶劣的逆流 它怎么能够同时在两国之间 在同一个历史时段同时发生 这也不可及 那你可能会说 这是因为资本家坏 欺负华工 你不是欺负都是华工吗 你搞清楚好不好 你要是资本家 你喜欢什么样的工人 当然是吃苦耐劳 又聪明 又不罢工 又挣的又少的这样的人 华工就是这样的人 比如说修太平洋铁路的时候 你要给一个欧美的工人 就白人的工人 月薪35美金 给华工25美金 35美金还得包吃包住 对华工25美金 根本就不包吃不包住 那资本家是喜欢这样的人 而且华工什么都会又聪明 到今天为止都是这样 对吧 你到美国去打听打听 只要是华人移民的孩子 多 那个学校成绩就好 所以他又聪明 学什么东西一学就会 很多东西还会自己想办法 给大家再看一幅当时的一个漫画 你看 你看华人什么不会 当警察吓唬人 他也会 对吧 当水管工 擦玻璃 洗衣服 带孩子 什么都会 所以华人的竞争力是很强的 要的工资又不高 那资产阶级凭什么破坏这样的无产阶级 你是资产阶级 你破坏他吗 那话说到这儿 那这个事怎么解释呢 为什么美国政府在1882年的时候会出台他们历史上唯一一个针对特定种族的排外法案 下面是广告时间 很多人问 罗胖 你这个搞了个大错别字 这个逻辑的逻子写错了 哎呀 没错了 因为一个文科生嘛 哪有多少逻辑能力呢 我这个逻辑思维的意思是一个姓罗的人编辑天下之书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 所以在加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时候请注意哦 一定要加成那个没有走之的逻辑思维 好 那怎么加呢 首先在微信通讯录当中点击订阅号 然后点击右上角的加号 在搜索框当中输入逻辑思维四个字 姓罗的罗 没有走之哦 在搜索结果中点击这个歪嘴的胖子就可以了 如果想让咱们的逻辑思维更显眼一点 你可以在资料界面上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的按钮 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添加到桌面 逻辑思维就跑到你的手机桌面上了 以后想听罗胖的微信就不用再在一堆订阅号当中去找咯 如果我们上面说的那几个理由都不太成立 那就怪了 美国人干什么要把我们中国人赵斯利给得罪一回啊 让我们不能进他的国家 给大家看一幅当年的漫画 你可能就知道一点原因了 这个画面的中心是哥伦比亚小姐 跟山姆大夫可能是两口子啊 总而言之他代表美国的国家形象 他就在那打圆场啊 旁边站着一个舔胸贴肚子 贴肚子一个美国白人老板啊 哥伦比亚小姐跟他说 哎呀你把人华人小孩收留了 你现在就不能替人家走啊 当然你有权利以后不收留他的兄弟 一文听此言 你看哥伦比亚小姐身后的这帮人啊 那高兴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啊 这帮人什么黑人 印第安人爱尔兰人 他们最高兴 他们手里举个牌子 你看这个爱尔兰人举着牌子 一定要把华人踢出去 kick out 看懂了这幅漫画 你才知道华人当时的真正处境 讨厌华人的不是美国的主流阶层 因为完全不是一个阶层里的人 他不构成竞争 对吧 真正和华人竞争的 是其他的少数民族的工人兄弟 那就奇怪了 为什么不是说天下穷人是一家吗 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吗 大家都是一回事吗 那为啥呢 我们从美国的两个例子 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是1885年 这是在排华法案通过之后的三年 在美国的怀俄明州 就是加利福尼亚东北的有一个州 发生了针对华人的一次屠杀 我们的很多历史著作都打这个案子 来证明白人欺负了我们黄主任 死了几十个人呢 好多华人商店被烧掉了 你这是赤裸裸的屠杀 我们华人没招谁没惹谁 可是你真的把史料往细看下去 你会发现 是白人 不过不是一般的美国白人 是刚刚移民到美国的西班牙人 那他为什么要杀呢 其实是因为西班牙人要组织工人罢工 华人不参加 所以在罢工的工人心目中 你就叫工贼 另一个例子就是 加利福尼亚那个劳工歧视团 这是在美国历史上排华最得力的 喊得最凶的一个团体 可是这是什么罪恶的团体吗 还真不是 他就是当时遍及世界各个工业化国家 角落里面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分支 你去翻他的档案 他看他的组织的主张 对吧 首先不分种族 没有歧视 同工同酬 八小时工作制 不用同工 全是当时正大光明的 跟欧洲没有什么区别的 工人阶级的主张 可是这个组织为什么要排华呢 因为华人不参加工人运动 这就是工贼 可能我们因为身边这个罢工太少了 我们不太理解什么是工贼 你想想看 工人阶级它是弱势群体 弱势群体想要跟资本家斗 它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包团 如果我们都罢工 你去上班 那我们就在家等着饿死呗 然后你又工作 所以只有全体工人阶级都不去上班 资本家才有可能屈服 你想想这个理吧 就像中国前些年有一些城市出租车 罢运 对吧 那个罢运的出租车就见不得 那个是这个时候上街抢生意的出租车 所以有时候会发生砸车事件 为的就是这个 如果还不明白 建议大家去读一本美国当时的小说 德莱塞写的名著 加利妹妹 主人公原来是个流浪汉 好久没有工作了 一听说电车工人罢工 电车司机不上班了 他心里说我能不能去挣点钱 所以他去开车 他心里知道的 这就叫工贼 吓得不敢下车 但是最后还是下车 被工人阶级给痛揍了 头破血流 工钱也不敢领 然后跑回家了 这件事情就是描述当年的 芝加哥大罢工 所以当时中国人不参加任何罢工 不组团去获取自己的权利 这一点是其他少数族裔 绝对没有办法容忍的 但是如果你说仅仅是工人阶级 对华人反感 就能够把这个局部的冲突 一直上升为国家一职 让联邦通过法案来排华 这个中间道路还长着呢 尤其是这种排华的意识 是不符合美国当时主流的精英意识形态的 比方说排华法案是1882年通过的 1882年当时的总统叫阿瑟总统 他此前的海斯总统 这两任总统都是林肯总统的小伙伴 都是在废奴运动当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 这两个人天然是反对种族歧视的 他们认下为什么要通过 而且这两个总统都否决过排华法案 最后是实在顶不住了 不得不通过 阿瑟总统就曾经讲过说 这个种族平等 尤其是美国的移民自由 针对世界上任何苦难的人张开怀抱 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 你让我签这个造型 我签不下去 所以两个总统都否决 最后还要通过 就证明这个已经从局部的冲突 成长为一个美国当时主流精英的集体意志了 这怎么回事 我们再去看当时的实量 你会发现根本原因不在于这些表面的冲突 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 比方说 华人为什么竞争力强 同样是一个人一个胃 我能吃的这么少 你就不能吃的比我少点 埃尔兰人也很惨的 给一颗土豆就能过一天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华人不要家倦 答案就在这 你想想看 跟我们今天的农民工有点像 他们都是抛家舍业 把父母孩子留在农村 然后自己到城里打工 打完工挣到钱赶紧寄回家 这也是当时很多广东年轻人 他们到美国的典型的写照 他们在家尚有高堂父母 甚至还娶了妻子 让妻子在家孝顺父母 那是不带去的 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猪仔 卖给美国人 然后自己到美国挣钱 稍微挣点钱再弄回家乡 去造房子买地等等 现在在广东的江门的台山一带 你会到处看到 当时的华侨寄回钱来 造的这种房子 对 美国只是他挣钱的地方 不是真正的移民 而爱尔兰人这些种族 他一到美国是拖家带口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所以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工人 他要挣的工资 是养活一家子的 是要教育孩子的 可是中国工人 对 只要我一人吃饱 全家就不饿 所以他们的竞争力 真正的差距 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说白了 华人从来就没想移民 我们夜落是要归根的 是要回到唐山的 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大陆 所以在所有的外族移民中 中国移民有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就是死了不葬在美国 华人的所有会馆 都有一个代办的服务 就是带你订棺材 然后带你订船 一船一船的尸体给运回去 在早期的华人移民当中 但凡有点能力 还能留点财产的 至少有朋友帮忙的 同乡资助的 都会把自己的尸体运回大陆 这让美国人怎么理解 就你到我这来 就是挣钱的是吧 从来就没想在我这待着 没错 所以在1876年开始 美国参议院启动了一个调查 在次年的2月 就发布了这个调查 那里面好几千页 现在都能查得到 你可以看到 美国的白人主流精英 其实最反感的是这个问题 他们有几大担心 你看啊 你华人从来不在我们这 认同我们的文化 你们来就是孤身一人来 在旧金山三万华人 只有五六百妇女 这五六百妇女 要不就是富商的 就华人当中 混得比较好的人 娶了媳妇 对吧 生下来的呢 说不好听 就是鸡女 就是公用的 解决他们生理问题的 所以你从来也没打算 在这儿安家 生孩子 建立一个健康的 让人放心的 积极向上的社区 你没有这想法 你到美国就是来抽血的 这是一个证据 再有你们从来都不参加选举 你们对选举制度 根本就漠不关心 那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华人的选票 即使我们给了你美国公民权 最后被谁拿走了 就是那些公投 公投说 行啊 今天中午加个菜 你们全给我投谁谁谁 那华人就都填了一个选票 说这是败坏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呀 给大家看当时的一幅漫画 你看这个房子里的是谁呀 是那个爱尔兰人和黑人啊 他们后来已经获得了选举权 你看他俩在屋子里高兴 跟门外都占两人 这都是当时没有投票权的 一个是华人 一个是白人妇女 白人妇女当时也没有 可是你看白人妇女的行为是什么 在那愤怒的砸门 我要进去 我要进去 而华人呢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在旁边的偷眼看着 那一点反应都没有 对 这就是当时华人的心态 选举是你们的事 我至于是什么身份 我是华人和美国人不重要 这都是手段 目的就是为了挣钱 将来我要回老家 对吧 所以 当然还有一条 就是华人不治不动产 因为这挣钱 他要去回老家嘛 所以很多当时美国的 一些精英就讲 说你这华人呢 你竞争力这么强 你将来也挣了钱 你也不治不动产 在整个加州 你的人口比例 和你治不动产的比例 完全悬殊 这说明你们根本没打算 给美国纳税 你要懂一点 美国的税制的话 你知道 你不治不动产的话 国家是很难 挣到你的税的 物业税嘛 对吧 但是你往下一想 一推论 你就会发现 白人精英的这个担心 是有道理的 在那一份参议院的证词当中 有人就说 你想想看 中国是个什么国家 他们有四亿人口 他们来到美国 只需要四个星期 他们只需要凑足四十个美金 他们就可以飘扬过海 到我们国家的 太平洋沿岸的地区 到加州 如果我们现在不加以限制 那个国家是有强大的移民冲动 因为他们国家活不下去 只要凑四十美金 飘扬过海就来了 如果我们一直在西海 采取这种开放政策 那将来整个西海全是华人 更重要的是 华人的这种特征 导致他的竞争力非常之强 强到什么程度 强到最后所有的工人阶级 全部被华人挤冲 最后所有的活 全部让华人干掉 那下一个推论 就更让美国人惊心动魄 其中有一个绅士 给参议员的报告当中 写到了一句话 我现在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华人将会是一个我国既不能收留 也无法赶走的一个种族 而且更重要的是 当这个国家两个积极的人 变成两个种族的人 是不可能有稳定的繁荣的 你不能不说他这句话背后有远见 如果说当时的美国阶层 就变成白人当资本家 所有的底层都是华人 不仅有阶级矛盾 阶级矛盾还要裹上种族矛盾 信仰矛盾 宗教矛盾的话 那美国这个国家 确实会陷入一种不确定性的 未来的前景当中 你能让他们不害怕吗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因素 最后导致一个地区性的阶层矛盾 变成了美国的国家政策 古时候有很多有钱人 自己明明有一双眼睛 但自己是不读书的 他们是雇别人来读书给自己听 从今往后 我就是您身边的这个读书人 读书是一件很苦的事情 所以我的口号是 此刻自告逾越大家 这就是我的逻辑思维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排华法案 是因为我看到了这本书 不死的中国人 它的作者是意大利记者 跑遍了意大利全境 采访了大量现在 生活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 写出了这本书 是一份调查报告 看完这本书之后 大惊失色呀 这里面写的中国移民 和我们一百多年前 在美国受尽排挤和歧视的先辈 那些华工们的生活状态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本书里讲了一些故事 比方说 意大利也有那个水稻的种植区 很多因为当地劳动力不足嘛 所以就用小食制来雇佣中国人 来割水稻啊 除杂草啊 干这些农活 可是有意大利那个庄园主 一看这中国人一干干十几个小时 甚至二十多个小时 彻夜的干 最后有很多人都脱水 对泪倒在天头 意大利人说赶紧送医院 送完医院之后说 咱们这样啊 定过规矩 咱每天最多干十个小时 再多了 那可不成 所以第二天 意大利人跑到天头一看 中国人跑光了 一个都没有 赶紧跑到工人宿舍 宿舍还有俩人在 最后在打包行李 说你为啥要走啊 那不一定十个小时是为了你们的健康啊 中国人说 我们是出来挣钱的 你一天只要干十个小时 那我剩下十几个小时时间 我不就浪费了吗 我是来挣钱的 我是不是来度假的 你不让人挣钱 那还行 不干 走 你看 这就是中国人 中国人不仅能干 这一章的标题叫 中国人是疯狂的中国人 中国人不仅干活行 还不花钱 首先肯定不买不动产了 也不买大件商品 因为来就是打工挣钱的嘛 我买什么大件东西 回头变卖还不值钱 对吧 而且几乎不怎么花钱 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 如果没结婚的话 一个月如果平均挣2000欧元的话 最多花200 如果脱家带口 有老婆有孩子 花400就不得了了 如果花500 那就得开家庭会议 得批判 我们太奢侈了吧 几乎什么都不花 中国人也不理解意大利人 说还要度假 是过日子人吗 意大利也不理解中国人 这个族群怎么可以不度假 不休息 对吧 都不能开一个店 就24小时营业 然后一家人就睡在店里 说这叫什么生存状态 更重要的是 文化上的隔阂 这本书里写的 有一段话 我几乎是看过一遍之后 我就能背下来 太触目惊心了 意大利人说 说我们对外族是有偏见 可是对每个族群的偏见 是不一样的 对穆斯林 我们的偏见 像水晶一样的清晰 我们都知道西方人 对穆斯林是什么偏见 阿尔巴尼亚人 我们认为他们是暴力犯罪 吉布塞人 我们认为他们偷窃 可是中国人 主要是神秘 中国人好像天天只生活在 自己车间和餐馆 后厨的阴影里面 从来你看不出 他是高兴 喜悦 还是沮丧 他们从来也不单个的出现 他们一出现 就是一群 然后除了干活 挣钱 挣钱 干活之外 似乎没有什么事情 这本书里有两个字 来形容中国人 蚂蚁 出现的时候 就是群体 从来没有喜怒 哀乐 没有表情 然后亡命的干活 这就是中国人 留给意大利人的形象 当这种神秘 发酵之后 你知道吗 在意大利民间 有一个传说 认为中国人不死 我真是希望 这传说是真的 但是很可惜 这只是一个偏见 你细问意大利人 说中国人死的 怎么会是人不死呢 意大利人说 不 我们从来没见过 中国人的葬礼 对吧 你看 比方说 在米兰 每90个人当中 就有一个中国人 可是每2000个人当中 才有一个80岁以上的中国人 为啥 中国人夜路归根了 他觉得老了 干不动了 挣钱挣不动了 回老家 养老去了 等死去了 对吧 这叫夜路归根了 所以很少有意大利人 看到中国人的葬礼 所以说到根处 中国人 还是一百多年前的习惯 玩命干活 坚决不在文化上跟你融合 所以意大利人说 我们为什么要这个族群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食物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文化 不喜欢我们的制度 他们从来不为 尤文图斯对和米兰 对喝彩 我们为什么要跟他们做邻居 为什么要搞在一起 所以说 虽然时隔一百多年 中国移民的海外出境 至今没有变 那你会说 那我们为什么要移民呢 我们中国人安土中签啊 我们就在这片土地上 繁衍生息 不好吗 出去又招人看不起 又招人排挤 受白眼 何苦呢 对 传统社会是可以的 只要不出国门 你就可以不参与全球化 我们中国家大业大 这么多人口 谁也拿我们没办法 别说今天像这样 活势蒸蒸日上了 对吧 就在一百多年前 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的时候 那你洋鬼子也没拿中国人怎么样 你敢把我们瓜分吗 当时确实有这个说法啊 可是联军的统帅瓦德西 我们中国人的干女婿 赛金花的干老公 他就给自己的皇帝威廉二世写信的 说有人说要瓜分中国 我看不靠谱 我们没有那么多兵力和脑力 能够统治全人类的四分之一 所以我们大就是优势啊 这么大一堆 你搞不动 搞不动 你最多就一人收一两银子 赔款四亿两百银 对吧 你还是得走人 我们接着关起国门来 可以过自己的日子 这是传统社会 可是现在还可能吗 我们中国人 不管你高兴不高兴 满意不满意 愿意不愿意 我们作为一个群体 你就必然参与全球化 作为一个个体 不管你是在北上广深 还是一个小县城 你都置身于一个全球化的狂潮 你无可躲 无可避 这是今天 那在今天这种环境下 当我们无需背着一个小包袱 跑到旧金山 去参加全球化 去接受排华法案 去遭受白眼 我们作为一个地球村当中的一个群体 我们是不是也在面对这样的命运呢 就从这一两年的新闻报道 你难道没有听说吗 在非洲 我们被当地人排挤 在西班牙 他们烧我们的鞋 在意大利 刚才我们这本书里已经看到了 在俄罗斯 他们封闭我们的工厂和市场 对呀 一个全球化的排华运动 似乎在隐隐然的成形哦 虽然因为我们强大了 他们未必能成气候 但是这样的一种心态的酝酿 你不觉得这是一百多年前那些历史事件 美国排华运动的历史回升吗 我们中国人曾经以为 立足于世界民族之邻 我们之所以不能立足 穷嘛 可是三十多年过去 我们不穷了 我们可以买呀 关你是Remove 还是LV 还是石油 我们买啊 我们有钱 有钱就一定立足于世界民族之邻 从今天我们这个话题里看 至少我们还缺两步 第一步 切换我们的竞争优势 如果我们还是靠能吃苦 不消费 能够把自己的生命压缩在一个小小的缝隙中 以干活挣钱为自己生命的第一目的 如果我们的竞争力是靠这样构建起来的 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来构建起来的 对不起 我们再有钱 可能都不能被其他民族所接受 第二点 如果我们还是抱守着自己中华文明的坚硬内壳 我们不能向全世界张开我们的笑脸 表达我们的善意 表达我们融入的一个主观的愿望 我们仍然会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 虽然再也不会有一个国家通过什么狗屁的排华法案 但是对不起 也许每一个非中华民族的这个地球上生活的其他人心中 都会有一部排华法案 所以我们的中国梦 尤其是我们中国梦当中的全球梦 也许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首先在百度搜索有道云笔记 即可直接下载 或者通过有道云笔记官网下载 安装完有道云笔记并打开 可以通过QQ微博等账号联合登录 如果有网易通行证可以直接登录 登录云笔记之后 直接在笔记中编辑内容 分享到逻辑思维的账号 从刚上大学到如今毕业工作 这几年中我遇到过很多外国人 其中不乏有很多人的中国话讲得都不错 但是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交流过 后来想了想 归根结底是没有想要去了解的欲望 总觉得他们不属于我们 我们也不属于他们 但是其实开放包容好奇融合 是每一个小孩子具有的天赋 只是在成长在受教育的过程中 我却没学好这样安身立命的本领 或许他不能让我变强吧 但是我想他至少可以让我的生命得以丰富 不过索性 我还年轻 还有机会再把他们补回来 比特帮手